收看華視新聞八點檔 新聞一開始 帶你來看安養院的大火悲劇 內湖區康寧路有一棟公寓 今天下午竄出濃煙 消防隊員貨包到場 卻找不到屋主 破門一看 看見三名老翁是躺在床上 才發現原來是一間私人的安養中心 而三名老翁逃生不及送醫 火災發生的當下 沒有任何的看護在場協助撤離 而三名老翁行動也不方便 最後造成兩死一命危 而這間安養院其實已經被檢舉多次 但依舊照常營業 最終亮成悲劇 消防隊員上上下下仔細搜索 連陽臺都不放過 就怕還有人員受困在裡頭 二十二號下午兩點半 公寓一樓竄出濃煙 找不到屋主 只能破壞鐵捲門進去灌救 裡頭有三位八十多歲的老翁躺在床上 已經沒了氣息 分別送往中校醫院跟內湖三種 會有這麼多老人家都在這兒 因為這裡是間私人安養中心 社會局 衛生局都沒有立案 鄰居早就發現報過案 但業者都必不見面 火警發生當下 裡頭一位看護人員都沒有 護者已經到派出所來做筆錄 自己的家人自己要有這個警覺性 不要讓他讓這種不肖業者 在外面隨意照一個 然後這麼惡劣的照顧環境 這真的是天理難容啊 公寓外頭沒有任何招牌相當低調 無招業者擅自營業一直沒被拆穿 華視新聞 張書明 蔡長鋼 鋼樸新宇 台北報導 侯 阿 癱 44 5 10